国际新闻来源 新华网2018年7月24日10点18分元标题 墨西哥当选总统 揭秘写给特朗普的密信 美国高官本月早些时候访问墨西哥并充当信使 把墨西哥当选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的信件 烧给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墨西哥后任外交部长马赛洛埃布拉德 在2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信件内容 洛佩斯告诉特朗普 希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谈判尽快尘埃落定 两国关系翻开新篇章 关注协定谈判 埃布拉德与洛佩斯出席22日新闻发布会 埃布拉德宣读洛佩斯信件副本说 新一届墨西哥政府 希望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翻开两国关系新篇章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是洛佩斯关注重点之一 他希望 相关方面能够推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早日达成新版协定 不确定性持续 会阻碍中期与长期投资 无疑对经济增长构成挑战 特朗普认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一些条款 有损美国利益 施压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谈判 自特朗普去年4月宣布重新谈判以来 三国历经多轮谈判 始终没能达成一致 特朗普多次威胁单方面退出协定 新一轮谈判定于本月26日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埃布拉德说 世界贸易组织前经济学家赫苏斯塞亚德 将作为洛佩斯的代表 随墨西哥代表团前往 除了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关注 洛佩斯指出 莫美可以在移民、安全和发展等方面强化合作 尤其是移民问题 新一届政府有意推动耗资更少、更为高效的方案 应对美方关切 缺席国际首秀洛佩斯密信 揭秘当天 太平洋联盟第13届领导人会议 22日 在墨西哥哈利斯科州举行 洛佩斯定于12月1日就任 这一封会一度被认为 是洛佩斯就任前的国际首秀 但他20日突然以墨西哥选举机构 尚未正式宣布他当选为由 宣布不方便出席 太平洋联盟旨在加强地区一体化进程 四个成员国致力 哥伦比亚、墨西哥、秘禄领导人和阿根廷、乌拉圭等观察员国领导人 出席 22日会议 洛佩斯本月1日已超过53%得票率 赢得选举超过第二名大约30个百分点 选举机构公布当选人的最后期限为9月6日 法新社解读 洛佩斯拒绝出席太平洋联盟峰会 是表达对墨西哥全国选举协会的不满 后者认定洛佩斯所在政党违规使用竞选资金 开除1000万美元罚单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